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log作者 社群管理者还是YouTube频道经营者都有资格使用Google搜寻引擎 来为您的网络品牌提升曝光度以及增加被动收入 如果您有兴趣根据我们的最佳实践全面了解SEO基础知识 那么您来对地方了 本指南是由Google SEO专家表示 因此不会有任何秘密信息 请遵循以下概述的最佳做法 渴望使搜寻引擎更轻松地抓取 编制索引和理解您的内容 搜寻引擎优化SEO通常是对网站的某些部分进行少量修改 单独查看时 这些更改似乎是渐渐是改进 但是与其他优化结合使用时 它们可能会对您网站的用户体验和自然搜寻结果的性能产生显著影响 您可能已经很熟悉本指南中的许多主题 因为它们是任何网页的基本组成部分 但是您可能并未充分利用它们 您应该建立一个使用户受益的网站 并且任何优化都应注演于改善用户体验 这些用户之一就是搜寻引擎 它可以帮助其他用户发现您的内容 搜寻引擎优化旨在帮助搜寻引擎理解和展示内容 您的网站可能小于或大于我们的视力网站 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内容 但是我们下面讨论的优化主题应适用于所有大小和类型的网站 希望我们的指南为您提供有关如何改善网站的新思路 并且希望在Google网站站长帮助论坛意中听到您的问题 反馈和成功案例 我们希望您会喜欢其中的内容 并希望通过我们的Google支持论坛聆听并整合您的反馈意见随时保存 以负责任的方式打印指南并重新共享 让我们提高网络质量 SEO优化入门 词汇表 这是本指南中使用的重要术语的简短词汇表 索引Google将其知道的所有网页存储在索引中 每个页面的索引条目描述该页面的内容和位置 URL要建立索引就是Google抓取页面并将其读取 并将其添加到索引中 Google今天在我的网站上为多个页面建立了索引 抓取查找新的或更新的网页的过程 Google会通过跟踪链接 阅读站点地图以及许多其他方式来发现URL Google会在网上爬行 寻找新页面 然后对其进行索引 如果是用搜寻器自动化的软件 可从网络搜寻获取网页并为其编制索引 Googlebot Google搜寻器的通用名称 Googlebot会不断抓取网络 SEO搜寻引擎优化 使您的网站更适合搜寻引擎的过程 也是以此为生的人的工作头衔 我们刚刚雇用了一个新的SEO 以改善我们在网络上的形象 您在使用Google吗? 确定您的网站是否在Google的索引中 做一个网站 搜寻您的网站的首页URL 如果您看到结果 那么您就在索引中 例如搜索site wikipedia.org将返回这些结果二 如果您的网站不在Google中 尽管Google抓取了数十亿个页面 但不可避免地会丢失某些网站 当我们的抓取工具错过某个网站时 通常是由于以下原因之一 该网站与网络上的其他网站连接不佳 您刚刚启动了一个新网站 而Google还没有时间对其进行盘网 该网站的设计 使Google难以有效地抓取其内容 尝试抓取您的网站时 Google收到错误消息 您的政策禁止Google抓取该网站 如何在Google上获取我的网站 包含在Google搜寻结果中 是免费且容易的 您甚至不需要将网站提交给Google Google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搜寻引擎 它使用网络爬虫不断浏览网络 寻找可添加到我们所引中的网站 实际上我们结果中列出的绝大多数网站 不是手动提交包含的 而是在我们爬网时自动找到并添加的 了解Google如何发现抓取和提供网页 我们提供了网站站长指南4 用于构建Google友好型网站 虽然不能保证我们的搜寻器会找到一个特定的网站 但遵循以下准则应有助于使您的网站出现在我们的搜寻结果中 Google Search Console提供了一些工具 可帮助您将内容提交给Google并监控您在Google搜寻中的状况 如果需要Search Console甚至可以向您发送有关Google 在您的网站上遇到的严重问题的警报 注册Search Console 5 当您开始时 这里有一些基本问题要问自己有关您的网站的问题 我的网站是否显示在Google上 我是否向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内容 我的本地公司是否出现在Google上 我的内容可以在所有设备上快速便捷地访问吗 我的网站安全吗 您需要SEO专家吗 SEO搜寻引擎优化专家是受过培训的人 可以提高您在搜寻引擎上的知名度 通过遵循本指南 您应该学到足够的知识 才能顺利进入优化的网站 除此之外 您可能还想考虑聘请SEO专业人员来帮助您审核页面 决定雇用SEO是一个重大决定 可以潜在地改善您的网站并节省时间 确保研究使用SEO的潜在优势 以及不负责任的SEO对您的网站造成的损害 许多SEO 其他代理商和顾问为网站所有者提供有用的服务 包括查看您的网站内容或结构网站开发的技术建议 例如托管 重定向 错误页面 使用JavaScript内容开发在线业务发展活动的管理关键字研究 SEO培训在特定市场和地区的专业知识 在开始搜寻SEO之前 成为受过教育的消费者并熟悉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建议您仔细阅读本指南的全部内容 尤其是以下资源 Google 101 Google如何抓取 索引和服务网络8Google网站管理员指南9如何雇用SEO时 如果您正在考虑雇用SEO越早越好 招聘的绝佳时机是考虑重新设计网站或计划启动新网站时 这样您和您的SEO可以确保自下而上的将网站设计为对搜索引擎友好的 但是良好的SEO也可以帮助改善现有站点 帮助Google查找您的内容 在Google上获取您的网站的第一步是确保Google可以找到它 最好的方法是提交站点地图 站点地图是您网站上的文件 它告诉搜索引擎您网站上的新页面或更改页面 了解有关如何构建和提交站点地图的更多信息 Google还会通过其他页面的链接来查找页面 请参阅本文档后面的升级您的网站 以了解如何鼓励人们发现您的网站 告诉Google不应抓取哪些页面 最佳实践 对于非敏感信息 请使用RobotTXT阻止不必要的抓取 RobotTXT文件告诉搜寻引擎 它们是否可以访问并因此爬往您的网站的一部分 该文件必须命名为RobotTXT 位于您网站的根目录中被RobotTXT阻止的页面仍有可能被抓取 因此对于敏感页面您应该使用更安全的方法 您可能不希望对网站的某些页面进行盘网 因为如果他们在搜寻引擎的搜索结果中找到 可能对用户没有用 如果您确实想防止搜寻引擎抓取页面 则Google Search Console会提供一个友好的RobotTXT生成器来帮助您创建此文件 请注意 如果您的网站使用紫域 并且您希望某些页面不在特定紫域上进行盘网 则必须为该紫域创建一个单独的RobotTXT文件 有关RobotTXT的详细信息 建议使用此网站站长帮助中心指南 有关使用RobotTXT文件 避免不要让您的内部搜寻结果页被Google抓取 用户不喜欢单击搜寻引擎结果 而只希望其登陆您网站上的另一个搜寻结果页面 允许对由于代理服务而创建的URL进行爬网 对于敏感信息 请使用更安全的方法 RobotTXT不是阻止敏感或机密材料的适当或有效方法 它仅只是行为良好的搜寻器 这些页面不适合它们 但不会阻止您的服务器将这些页面传递给请求它们的浏览器 原因之一是 如果Internet上某个URL的链接 例如引键来源网址日志 碰巧 搜寻引擎仍可以引用您阻止的URL 仅显示URL 不显示标题或摘要 此外 不承认漫游器排除标准的不合规或流氓搜索引擎 也可能会违反您的RobotTXT的说明 最后一个好奇的用户可以检查RobotTXT文件中的目录或紫目录 并猜测不希望看到的内容的URL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只希望该页面不出现在Google中 请使用Noindex标记 而不管是否有链接的用户可以访问该页面 但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 您应该使用适当的授权方法 例如要求用户密码或完全将页面从您的站点上删除 帮助Google和用户了解您的内容 让Google以与用户相同的方式查看您的页面 当Googlebot抓取页面时 它应该以与普通用户相同的方式查看页面 为了获得最佳渲染和索引编制 请始终允许Googlebot访问您的网站使用的JavaScript JavaScript CSS和图像文件 如果您网站的Robot TXT文件不允许抓取这些资产 则将直接损害我们的算法呈现和索引您的内容的能力 这可能导致次优排名 建议操作使用URL检查工具16 它可以让您确切地了解Googlebot如何查看和呈现您的内容 还可以帮助您识别并解决网站上的许多索引编制问题 创建独特、准确的页面标题 一个Title标记可让用户和搜索引擎有什么特定网页的主题式 该Title标签应放在内head的HTML文档的元素 您应该为网站上的每个页面创建唯一的标题 在搜索结果中创建好标题和摘要 如果您的文档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 标题标签的内容可能会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一行 如果你不熟悉谷歌搜索结果的不同部分 你可能要检查地解剖搜索结果视频 主页的标题可以列出您的网站、企业的名称 并可以包括其他重要信息 例如企业的实际位置或企业的主要重点或产品 最佳实践准确描述页面内容选择自然阅读的标题 并有效地传达页面内容的主题 避免选择与页面内容无关的标题 使用默认标题或模糊标题 例如无标题或新页面一 为每个页面创建唯一的标题理想情况下 您网站上的每个页面都应该有一个唯一的标题 以帮助Google知道该页面与您网站上其他页面的区别 如果您的网站使用单独的移动页面 请记住在移动版本上也使用好标题 避免在您网站的所有页面或一大组页面上使用一个标题 使用简短但描述性的标题 标题可以简短 也可以提供信息 如果标题过长或以其他方式被认为不那么相关 则Google可能只会显示该标题的一部分 或在搜索结果中自动生成的标题 Google还会根据用户的查询 或用于搜索的设备显示不同的标题 使用描述原标记页面的描述Meter标签 为Google和其他搜索引擎提供了该页面的摘要 页面的标题可能是几个单词或短语 而页面的描述原标记可能是一两个句子或两个简短的段落 与Title标签一样 DescriptionMeter标签也放置在headHTML文档的元素中 描述原标记的优点是什么 说明原标记很重要 因为Google可能会将其用作您网页的摘要 请注意我们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Google可以很好的匹配用户查询 因此可以选择使用页面可见文本的相关部分 在每个网页上添加描述原标记始终是一个好习惯 以防Google无法找到供您在代码段中使用的精选文本 网站站长中央博客上有许多有益的文章 内容涉及改进片段 其中包含更好的描述原标记或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片段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帮助中心文章介绍如何创建好的标题和摘要 最佳实践准确总结页面内容编写描述 如果用户将您的描述原标记视为搜索结果中的摘要 则将使用户感兴趣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虽然描述原标记中的文本没有最小或最大长度 但我们建议确保其足够长以在搜索中完全显示 请注意根据搜索的方式和位置 用户可能会看到大小不同的摘要 并且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用户都需要确定该页面是否有用 并且与它们相关 避免编写与页面内容无关的描述原标记 使用一般性描述 例如这是网页或有关棒球卡的页面 仅用关键字填充描述 将文档的整个内容复制并粘贴到Description Meter标签中 对每个页面使用唯一的描述 每个页面具有不同的描述原标记 对用户和Google都有帮助 尤其是在用户可能会在您的域中打开多个页面的搜索中 例如使用Site运算符进行的搜索 如果您的网站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页面 则手工制作描述原标记可能不可行 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根据每个页面的内容自动生成描述原标记 避免在您网站的所有页面或一大组页面上使用单个描述原标记 使用标题标签强调重要文本 使用有意义的标题只是重要主题 并帮助为您的内容创建层次结构 使用户更容易浏览文档 最佳实践想象你在写大纲与为大型论文写大纲类似 请思考页面内容的主要点和子点并确定在何处适当使用标题标签 避免将文本放在标题标签中对定义页面的结构没有帮助 在其他标签喜欢M和Strong可能更合适的地方使用标题标签 从一种标题标签不规则的移动到另一种 在页面上谨慎使用标题在有意义的地方使用标题标签 页面上的标题标签过多 会使用户难以扫描内容并确定一个主题在何处结束 而另一主题在何处开始 避免页面上标题标记的使用过多 标题很长 使用标题标签仅用于样式画文本而不显示结构 添加结构画数据标记结构画数据是可以添加到站点页面的代码 以向搜索引擎描述您的内容 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页面上的内容 搜索引擎可以利用这种理解在搜索结果中已有用且引人注目的 地方是显示您的内容 反过来 这可以帮助您吸引适合您业务的合适客户 例如 如果您有一家在线商店并标记了一个单独的产品页面 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页面上包含自行车价格和客户评论 我们可能在相关查询的搜索结果的摘要中显示该信息 我们称这些为丰富的结果 除了使用结构画数据标记获得丰富的结果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它来以其他格式提供相关的结果 例如 如果您有一家实体商店 可以指定营业时间 让潜在客户准确地找到您需要的时间 并在搜索时通知他们您的商店是否开关 您可以标记许多与业务相关的实体 您销售的产品营业地点 有关您的产品或业务的视频 营业时间活动清单 菜谱您公司的徽标 还有更多 我们建议您将结构画数据 与任何受支持的符号标记一起使用来 描述您的内容 您可以将标记添加到页面的HTML代码中 或使用诸如Data Highlighter和Markup Helper之类的工具 有关它们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最佳实践部分 最佳实践使用Rich Results测试检查标记 标记完内容后 您可以使用Google Rich Results测试来确保实现中没有错误 您可以输入内容所在的URL 也可以复制包含标记的实际HTML 避免使用无效的标记 使用数据荧光笔 如果您想尝试结构化标记而不更改网站的原代码 可以使用Data Highlighter 它是Search Console中集成的免费工具 支持一部分内容类型 如果您希望准备好将标记代码复制并粘贴到页面上 请尝试使用标记助手工具 避免当您不确定要实现标记时 请更改网站的原代码 跟踪标记页面的运行情况 Search Console中的各种丰富结果报告26会向您显示 在过去90天内 我们在您网站上检测到的带有特定类型标记的页面 它们出现在搜索结果中的次数 以及用户点击它们的次数 它还显示了我们检测到的任何错误 避免添加用户不可见的标记数据 创建虚假评论或添加不相关的标记 管理您在Google搜索结果中的显示页面上正确的结构化数据 还会使您的页面符合搜索结果中的许多特殊功能 包括评论星级、精美的装饰结果等 查看您的页面可以使用的搜索结果类型库 整理您的网站层次结构 了解搜索引擎如何使用网址搜索引擎 需要为每个内容提供唯一的URL 以便能够对该内容进行盘网和建立索引 并将用户引向该内容 不同的内容 例如商店中的不同产品 以及修改后的内容 例如翻译或区域变化 需要使用单独的URL 以便在搜索中正确显示 URL通常分为多个不同的部分 Protocol HostNom Path FileName QuestRestring Fragment 例如Size等于8号 Info Google建议所有网站 尽可能使用HTTPS 主机名是您网站的托管地 通常使用与电子邮件相同的域名 Google区分物和非我版本 例如或仅Example.com 将您的网站添加到Search Console时 建议同时添加HTTP和HTTPS版本 以及物和非我版本 路径、文件名和查询字符串 确定访问服务器中的哪些内容 这三个部分区分大小写 因此File将导致与File不同的URL 主机名和协议不区分大小写 大写或小写不会在其中起作用 片段在这种情况下 为Info通常标识浏览器滚动到页面的哪一部分 由于内容本身通常与片段无关 因此搜索引擎通常会忽略所使用的任何片段 引用主页时 主机名后的斜杠是可选的 因为它会导致相同的内容与相同 对于路径和文件名 尾部斜杠将被视为不同的URL 对文件或目录进行信号传输 例如与HTTPS 不同Example.comfish 导航对搜索引擎很重要 网站导航对于帮助访问者 快速找到所需内容非常重要 它还可以帮助搜索引擎了解网站站长认为重要的内容 尽管Google的搜索结果是在页面级别提供的 但Google还希望了解页面在网站的整体形象中所扮演的角色 根据您的主页计划 导航所有站点都有主页或跟页面 该页面通常是站点上访问频率最高的页面 也是许多访问者浏览的起始位置 除非您的站点只有很少的页面 否则您应该考虑访问者如何从常规页面 您的根页面转到包含更多特定内容的页面 在特定主题区域周围是否有足够的页面 可以创建一个描述这些相关页面的页面 例如根页面相关主题列表特定主题 您是否有数百种需要分类在多个类别和子类别页面下的不同产品 使用面包屑列表痕迹是页面顶部或底部的内部链接行 允许访问者快速导航回上一部分或跟页面 许多面包屑将最通用的页面通常是跟页面作为第一个 最左侧的链接并在右侧列出更具体的部分 我们建议在显示面包屑时使用面包屑结构化数据标记 为用户创建一个简单的导航页面 导航页面是您网站上的一个简单页面 显示您的网站结构通常由您网站上页面的层次结构列表组成 如果访问者在查找您网站上的页面时遇到问题 则可以访问此页面 搜索引擎也会访问该页面 从而很好地覆盖了您网站上的页面 但它主要是针对人类访问者的 最佳实践创建自然流动的层次结构使用户 仅可能轻松地从常规内容转到 他们希望在您的网站上获得的更具体的内容 合理添加导航页面 并将其有效地用于内部链接结构 确保您站点上的所有页面都可以通过链接访问 并且不需要内部的搜索功能 适当时链接到相关页面 以允许用户发现相似的内容 避免创建复杂的导航链接网站 例如将网站上的每个页面链接到其他页面 对内容进行切片和切块变得过于繁琐 这样一来需要20次点击才能从首页到达 使用文字导航通过文本链接 控制网站上页面到页面的大部分导航 可以使搜索引擎更轻松地爬网和理解您的网站 使用JavaScript的创建页面时 请使用URL的二元素作为REF属性值 并在页面加载时生成所有菜单项 而不必等待用户交互 避免具有完全基于图像或动画的导航 需要导航的基于脚本或基于插件的事件处理 为用户创建一个导航页 为搜索引擎创建一个站点地图 为用户提供整个网站的简单导航页面 如果有数百或数千 则为最重要的页面 创建一个XML网站地图文件 以确保搜索引擎发现您网站上的新页面和更新页面 并列出所有相关URL 以及其主要内容的最后修改日期 避免让您的导航页面过时链接断开 创建一个导航页面 该页面仅列出页面而不组织页面 例如按主题 显示有用的404页用户 有时会通过访问断开的链接或输入错误的URL 来访问您网站上不存在的页面 拥有一个自定义的404页 可以很好的引导用户返回您网站上的工作页 可以极大地改善用户的体验 您的404页面可能应该有一个指向您的跟页面的链接 并且还可能提供指向您网站上热门或相关内容的链接 您可以使用Google Search Console 查找导致未找到错误的URL的来源 避免允许您的404页面 在搜索引擎中建立索引 请确保您的网络服务器配置为提供404HTTP状态代码 或者在基于JavaScript的网站的情况下 当不存在的页面为要求 阻止通过Robot TXT文件抓取404页面 尽提供模糊的消息 例如未找到404或根本没有404页面 为您的404页使用的设计与网站的其余部分不一致 简单的URL传达内容信息为网站上的文档 创建描述性类别和文件名 不仅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组织网站 还可以为想要链接到内容的用户 创建更简单、更友好的URL 访客可能会被包含很少可识别单词的 极长且隐秘的URL所下导 下图所示的URL可能令人困惑且不友好 如果您的网址有意义 那么在不同的上下文中 它可能会更有用且更容易理解 URL显示在搜索结果中最后 请记住 文档的URL通常显示在Google的搜索结果中 文档标题下方 Google擅长抓取所有类型的URL结构 即使它们非常复杂 但是花时间使您的URL 尽可能简单也是一种好习惯 最佳实践在网址中使用单词 带有与您网站的内容和结构相关的单词的URL 对于浏览您的网站的访问者来说更友好 避免使用带有不必要参数和绘画ID的冗长URL 选择通用页面名称 例如PageHTML 使用过多的关键字 例如Baseball CardsBaseball CardsBaseball CardsHTM 创建一个简单的目录结构 使用目录结构可以很好的组织您的内容 并使访问者可以轻松地知道它们在您网站上的位置 尝试使用目录结构来指示在该URL上找到的内容类型 避免具有子目录的深层嵌套 例如 使用与目录内容无关的目录名称 提供一种版本的URL来访问文档 为防止用户链接到一个版本的URL 而其他用户链接到另一个版本 这可能会在URL之间拆分该内容的信誉 请注重在页面的结构和内部链接中使用和引用一个URL 如果您确实发现人们正在通过多个URL访问相同的内容 那么将301重定向从非首选URL设置为主导 URL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无法重定向 也可以使用规范的URL或使用Row等于Colonical链接元素 避免让子域和根目录中的页面访问相同的内容 例如DomainCompage HTML和SubdomainCompage HTML 优化您的内容使您的网站有趣又有用 创建引人注目的有用内容 可能比这里讨论的任何其他因素 对您的网站的影响更大 用户在看到优质内容时便会知道这些内容 并可能希望将其他用户引导至该内容 这可以通过博客文章、社交媒体服务、电子邮件、论坛或其他方式进行 随机或口口相传的嗡嗡声 有助于提高您的网站在用户和Google中的声誉 而且很少有高质量的内容 知道您的读者想要什么 并交给他们 考虑用户可能会搜索已找到您的内容的单词 对主题了解很多的用户在搜索查询中 可能会使用与主题陌生的用户不同的关键字 例如长期的足球迷可能会搜索FIFA国际足球联合会的缩写 而新的足球迷可能会使用更普遍的查询 例如足球季后赛 预计搜索行为的这些差异 并在编写内容时使用关键字短语的良好组合 应对它们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Google S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关键字计划器 可帮助您发现新的关键字遍体 并查看每个关键字的大致搜索量 此外 Google Search Console在效果报告中 为您提供了针对您的网站的热门搜索查询 以及将最多用户访问您的网站的查询 考虑创建其他站点没有提供的新的有用服务 您还可以撰写原始研究成果 打破令人兴奋的新闻报道 或利用您独特的用户群 其他站点可能缺少执行这些操作的资源或专业知识 最佳实践撰写易于阅读的文字 用户喜欢写得好并且易于遵循的内容 避免撰写草率的文本 其中包含许多偏写和语法错误 尴尬或写得不好的内容 在图像和视频中嵌入文本以获取文本内容 用户可能需要复制和粘贴文本 而搜索引擎无法阅读 清晰的组织主题整理您的内容总是有益的 这样访问者可以很好地理解一个内容主题在何处开始 而另一个在何处结束 将您的内容分成逻辑块或分区 可以帮助用户更快地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 避免将有关不同主题的大量文本转处到页面上 而没有段落、副标题或布局分离 创建新鲜、独特的内容 新内容不仅可以保持您现有的访问者群 而且还可以吸引新的访问者 避免重新整理甚至复制 现有内容将给用户带来很少的额外价值 在您的网站上拥有重复或几乎重复的内容版本 为您的用户而不是搜索引擎优化内容 根据访问者的需求来设计网站 同时确保搜索引擎可以轻松访问您的网站 通常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避免插入大量针对搜索引擎的不必要的关键字 但对用户而言却很烦人或毫无意义 具有诸如用于访问此页面的常见拼写错误之类的文本块 对用户来说增值不大 欺骗性地向用户隐藏文本 但将其显示给搜索引擎 以培养用户信任的方式形式 如果用户认为您的网站值得信赖 那么他们会感到很自在 信誉良好的网站值得信赖 在特定领域内以专业知识和可信赖度培养声誉 提供有关谁发布您的网站 提供内容及其目标的信息 购物和其他金融交易网站应具有清晰且令人满意的客户服务信息 以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新闻站点应提供有关谁负责内容的明确信息 使用适当的技术也很重要 如果购物结账页面没有安全连接 则用户将无法信任该网站 明确专业知识和权威网站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性可以提高其质量 确保您网站上的内容是由具有该主题专业知识的人员创建或编辑的 例如提供专家或经验丰富的资源 可以帮助用户了解文章的专业知识 如果存在这样的共识 则在科学主题的页面上表达公认的共识 是一种好习惯 为您的主题提供适当的内容 创建高质量的内容至少需要以下一项 时间、精力、专业知识和才能、技能 内容应在事实上准确写得清楚且全面 因此 例如 如果您将页面描述为食谱 请提供易于遵循的完整食谱 而不仅仅是一组食材或菜肴的基本描述 避免提供的页面内容不足 避免分散广告 我们希望广告可见 但是您不应让广告分散用户注意力 或阻止他们消费网站内容 例如 广告、补充内容或插页式页面 在您期望的内容之前或之后 显示的页面使网站难以使用 了解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 避免 在页面上放置分散注意力的广告 明智地使用链接写好的链接文字链接文本 是链接内的可见文本 这段文字告诉用户和Google有关您链接到的页面的信息 页面上的链接可能是内部的 指向您网站上的其他页面 也可能是外部的 从而指向其他网站上的内容 在这两种情况下 毛文本越好 用户越容易导航 Google也就越容易理解您要链接到的页面 使用适当的毛文本 用户和搜索引擎可以轻松了解链接的页面所包含的内容 最佳实践选择描述性文字 您用于链接的毛文本至少应提供有关链接到的页面的基本概念 避免编写通用毛文本 例如页面、文章或单击此处 使用偏离主题的文字或与链接到的页面内容无关的文字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使用页面的URL作为毛文本 尽管这样做确实有合法的用途 例如推广或引用新网站的地址 写简洁的文字争取简短但具有描述性的文字 通常是几个字或一个简短的短语 避免写长毛文本 例如长句子或短段落 设置链接格式 以便于查找使用户易于区分常规文本和链接的毛文本 如果用户错过了链接或不小心单击了链接 则您的内容将失去作用 避免使用CSS或文本样式 可以使链接看起来像普通文本 也考虑内部链接的毛文本 您可能通常会考虑只向外部网站进行链接 但更多的注意 用于内部链接的毛文本 可以帮助用户和Google更好地浏览您的网站 避免 请针对搜索引擎 使用过多的关键字填充或冗长的毛文本 创建不必要的链接 这些链接无助于用户浏览网站 小心链接到谁 当您的站点链接到另一个站点时 可以将其某些站点的声誉授予其他站点 有时用户可以通过在您的评论部分或留言板上添加指向自己网站的链接来利用此功能 有时您可能会以负面的方式提及某个网站 而又不想在该网站上声名狼藉 例如假设您正在撰写有关垃圾评论内容的博客文章 并且您想调出一个最近对博客发表垃圾评论的网站 您想警告其他人对该网站 因此您在内容中包括了指向该网站的链接 但是您当然不想从您的链接中给网站一些声誉 这将是使用nofollow的好时机 另一个可以方便使用nofollow属性的示例是小部件链接 如果您使用第三方的小部件来丰富您的网站体验并吸引用户 请检查它是否包含您不打算放置在网站上的任何链接 某些窗口小部件可能会向您的网站添加链接 这些链接不是您的编辑选择 并且包含您作为网站站长无法控制的毛文本 如果无法从窗口小部件中删除此类不需要的链接 则可以始终使用nofollow 如果未提供的功能或内容创建窗口小部件 请确保在默认代码段中的链接上包括nofollow 最后如果您有兴趣跟踪页面上的所有链接 则可以将标记添加到页面的标记 meet name等于robot content等于nofollow内head 您可以在网站站长博客上找到有关机器人员标记的更多详细信息 用nofollow打击垃圾评论将链接的row属性的值设置为nofollow或yook 将告诉google您的网站上的某些链接不应该被关注 或者将您页面的声誉传递给链接的页面 不跟随链接意味着在链接的毛标记内添加ro等于nofollow或更具体的属性 例如yook如下所示 要么ref等于ro等于yook anchor text here 什么时候有用 如果您的网站上有一个公开评论已打开的博客 则这些评论中的链接可能会将您的声誉传递到您可能不满意的页面上 页面上的博客评论区域极易受到垃圾评论的影响 遵循这些用户添加的链接可以确保您不会将网页的来之不易的声誉授予垃圾邮件站点 自动在注视列和留言板上添加nofollow许多blog软件包会自动取消关注用户评论 但最有可能无法手动编辑的评论将被手动编辑 此建议也适用于您网站上可能涉及用户生成的内容的其他区域 例如访客留言簿、论坛、留言板、引键来源列表等 如果您愿意担保第三方添加的链接 例如如果评论者在您的网站上受到信任 则无需在链接上使用nofollow 但是链接到Google认为是垃圾邮件的网站可能会影响您自己网站的声誉 网站站长帮助中心提供了有关避免垃圾评论的更多技巧 例如通过使用Captcha和打开评论审核 优化图像使用HTML图片 使用HTML图像元素将图像嵌入内容中 最佳做法 使用HTMLing或Picture元素 予以HTML标记可帮助搜寻器查找和处理图像 通过使用Picture元素 您还可以为响应图像的不同屏幕尺寸指定多个选项 您还可以Loading等于Lazy在图像上使用该属性 以使用户更快地加在页面 避免使用CSS显示要我们索引的图像 使用Alt属性提供图像的描述性文件名和Alt属性描述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显示图像 则可以使用Alt属性指定图像的替代文本 为什么要使用此属性 如果用户正在使用辅助技术 例如屏幕阅读器查看您的站点 则Alt属性的内容将提供有关图片的信息 另一个原因是 如果您使用图像作为链接 则该图像的替代文本将与文本链接的定位文本类似的对待 但是当文本链接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时 建议您不要在网站的导航中使用太多图像作为链接 最后优化图像文件名和替代文本可以使图像搜索项目 例如Google图像搜索更容易更好地理解您的图像 最佳实践使用简短但描述性的文件名和替代文本 像页面上用于优化的其他许多部分一样文件名和凹图本简短但描述性强 因此是最好的 避免尽可能使用通用文件名 例如ImageJPGPICGIF1JPG 如果您的站点有成千上万张图像 则可能需要考虑自动命名图像 编写冗长的文件名 将关键字填充到替代文本中或复制和粘贴整个句子 使用图像作为链接时提供替代文本 如果您确实决定使用图像作为链接 则填写其替代文本有助于Google进一步了解要链接到的页面 想象一下您正在为文本链接编写毛文本 避免撰写过长的替代文字 这些文字会被视为垃圾邮件 尽将图像链接用于网站的导航 帮助搜索引擎找到您的图片 一个站点地图图像41 可以向Googlebot提供更多有关图像在你的网站上发现 这增加了在图像搜索结果中找到图像的可能性 该文件的结构类似于您的网页的XML网站地图文件 使用标准图像格式 使用普遍支持的文件类型 大多数浏览器支持JPEG GIF PNG BMP 和Web图像格式 将文件名的扩展名与文件类型匹配也是一个好主意 使您的网站适合移动设备 当今世界是移动的 大多数人正在使用移动设备在Google上进行搜索 网站的桌面版本可能很难在移动设备上查看和使用 因此 拥有可移动使用的网站对于您的在线状态至关重要 实际上 从2016年末开始 谷歌已经开始进行实验 主要使用网站内容42的移动版本来排名 解析结构化数据和生成摘要 了解设备之间的区别智能手机 在本文档中 移动或移动设备是指智能手机 例如运行Android iPhone或Windows Phone的设备 移动浏览器类似于台式机浏览器 因为它们可以呈现广泛的HTML规范 尽管它们的屏幕尺寸较小 并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 其默认方向均为垂直 平板电脑 我们将平板电脑视为同类设备 因此在谈到移动设备时 通常不将平板电脑包含在定义中 平板电脑通常具有更大的屏幕 这意味着除非您提供 针对平板电脑进行了优化的内容 否则您可以假设用户 希望看到您的网站 就像在台式机浏览器 而非智能手机浏览器上 看到的一样 多媒体电话 这些电话带有浏览器 它们能够呈现编码为 符合XHTML标准的页面 支持HTML5标记 JavaScript ACMAScript 但可能不支持 HTML5标准中的某些扩展 API 这通常描述了 大多数不是智能手机的 支持3G的手机中的浏览器 功能电话 在这些电话上 浏览器缺乏呈现使用标准 HTML编码的普通桌面网页的功能 这包括紧渲染CHTMLi Mode WiMo XHTMLMP等的浏览器 我们的建议是针对智能手机的 但我们鼓励多媒体和功能手机的网站 所有者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 遵循相同的建议 选择移动策略有多种方法 可以使您的网站做好移动准备 并且Google支持不同的实现方法 自适应网页设计动态服务 单独的URL 您已经创建了一个支持移动设备的网站后 您可以使用谷歌的移动设备的测试 如果您的网站符合网页标准来检查被贴上 移动友好在谷歌搜索结果页面 您还可以检查出搜索控制台移动可用性报告 修复了影响您网站的移动可用性问题 如果您的站点跨多个页面提供大量静态内容 例如博客文章或产品目标页面 请考虑使用RMP加速移动页面实现它 这是HTML的一种特殊风格 可确保您的网站保持快速且用户友好 并且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包括Google搜索进一步加速 配置移动网站 以便可以对其进行准确索引 无论选择哪种配置来设置移动站点 都应注意以下几点 如果您使用动态服务或拥有单独的移动网站 则在为移动设备格式化页面时 或在为移动设备格式化了等效页面时 向Google发出信号 这有助于Google在搜索结果中准确地为移动搜索者提供您的内容 如果您使用的是响应式Web设计 请使用MateName等于Viewport标记告诉浏览器如何调整内容 如果您使用动态服务 请使用VariHTTP标头根据用户代理发出更改信号 如果使用单独的URL 请通过Link标记RAW等于ConalNico和RAW等于Alternate元素 来表示两个URL之间的关系 保持资源可爬网 屏蔽页面资源可能会使Google对您的网站不完整 当Robot TXT文件阻止访问部分或全部页面资源时 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Google Bot无法访问页面的资源 例如CSS、JavaScript或图像 则我们可能无法检测到 它是为在移动浏览器上显示和运行而设计的 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不会检测到该页面适合移动设备 因此无法正确地将其提供给移动搜索者 避免使移动访客感到沮丧的常见错误 例如已无法播放的视频 例如Flash视频作为页面的重要内容为特色 提供较差的搜索器体验的移动页面 可以降级排名 或者在移动搜索结果中显示警告 这包括但不限于阻碍用户体验的移动设备上的全页插页式广告 在所有设备上提供完整功能 移动用户期望具有相同的功能 例如评论和签出以及移动设备以及网站支持的所有其他设备上的内容 除了文本内容之外 请确保所有重要的图像和视频都已嵌入 并且可以在移动设备上访问 对于搜索引擎 请在页面的所有版本上提供所有结构化数据和其他原数据 例如标题、描述、链接元素和其他原标记 确保您在桌面网站上拥有的结构化数据、图像、视频和原数据 也包括在移动网站上 最佳实践使用移动设备适合性测试测试您的移动页面 看看Google是否认为您的网站在移动设备上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您为移动页面使用单独的URL 请确保同时测试移动URL和桌面URL 以便可以确认重定向是可识别的并且可以爬网 推广您的网站尽管会逐渐添加到您网站的大多数链接 但是随着人们通过搜索或其他方式发现您的内容并链接到该网站 Google知道您希望让其他人知道您对内容所做的辛勤工作 有效地推广您的新内容将使对同一主题感兴趣的人更快地发现他们 与本文档涵盖的大多数要点一样 将这些建议放到最后可能实际上会损害您网站的声誉 在您自己网站上的博客文章中 让您的访问者知道您添加了一些新内容 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新内容或服务的好方法 跟随您网站或RSS feed的其他网站管理员也可以选择该故事 大力推广公司或网站的离线促销也可能会有所收获 例如如果您有一个商业网站 请确保其URL列在您的名片、信件、海报等上 您还可以通过邮件向客户发送定期通讯 让他们知道公司网站上的新内容 如果您经营一家本地企业 则将其信息添加到Google我的商家中 将有助于您在Google地图和网络搜索中吸引客户 最佳实践了解社交媒体网站建立在用户交互和共享周围的站点 使将感兴趣的人群与相关内容进行匹配变得更加容易 避免尝试推广您创建的每一个新的小内容 买大件有趣的东西 使您的网站参与计划 其中您的内容被人为的提升到这些服务的顶部 接触您网站相关社区中的人 可能有很多网站都涵盖与您相似的主题领域 与这些站点开放通信通常是有益的 您的利基市场或社区中的热门话题 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想法 以供内容使用或建立良好的社区资源 避免垃圾邮件链接请求指向 与您的主题区域相关的所有站点 从另一个站点购买链接以获取PayJank 分析您的搜索效果和用户行为 分析您的搜索效果 包括Google在内的主要搜索引擎 都为网站管理员提供免费工具 以分析其在搜索引擎中的效果 对于Google该工具是Search Console Search Console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类别 Google可以找到我的内容吗 我在Google搜索结果中的表现如何 使用Search Console无法帮助您的网站获得优惠 但是它可以帮助您确定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您的网站在搜索结果中表现更好 使用该服务 网站管理员可以 查看Googlebot网站的哪些部分 在抓取时出现问题测试 并提交站点地图分析或生成robot TXT文件删除 Googlebot已经抓取的网址 指定您的首选域识别标题和描述原标记的问题 了解用于访问网站的热门搜索 瞥一眼Google label 替如何查看网页收到违反质量准则的通知 并要求重新审核微软的并网站管理员工具 还为网站管理员提供免费工具 分析您网站上的用户行为 如果您使用Google Search Console或其他服务改进了网站的爬网和索引编制功能 则您可能会对进入网站的流量感到好奇 诸如Google Analytics分析之类的网络分析程序是对此提供宝贵见解的来源 您可以使用它们来深入了解用户如何访问您的网站 并在您的网站上表现发现您网站上最受欢迎的内容 衡量优化对网站的影响 例如更改标题和描述原标记是否改善了搜索引擎的访问量 对于高级用户分析包提供的信息与服务器日志文件中的数据相结合 可以提供有关访问者如何与您的文档进行交互的更全面的信息 例如搜索者可能用来查找您的网站的其他关键字 其他资源网站管理员中央博客从我们的网站管理员中央博客获取最新信息 您可以找到有关Google搜索更新Search Console的新功能等信息 网站管理员帮助论坛发布有关您的网站问题的问题 并从产品论坛的网站管理员中找到创建高质量网站的技巧 论坛中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贡献者 包括杰出贡献者和Googlers Google网站管理员Twitter关注我们获取新闻和资源 以帮助您打造一个不错的网站 Google网站管理员YouTube频道观看数百个 为网站管理员社区创建的有用视频 并让Google员工回答您的问题 搜索的工作原理 在Google搜索中搜索某些内容时 了解幕后情况 您将学到一些非常酷的事实 使您的企业在线 如果您经营小型企业 请注册一个免费网站 Jibo是Google和Homestad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旨在帮助小型企业注册免费网站一年 这个数字公关 透过AI大数据演算程序化 将为企业品牌现况修正与改善 并运用RISEO智能系统 能够为您排名迅速地成长 并走向未来SEO智慧趋势 同时24HR监控来维持排名 并为企业品牌商品 带来更多的潜在客源 SEO文案写作内容 不仅限于单词或文本格式 好的内容由大众来评审 来决定排名成效 当您选择Bitch词匠 他们IR结合除了能为您提供最佳词汇 甚至能分析文章内容是否与在线文章冲突 并遵循Google搜寻引擎规范 其医美相关产业文章能透过IR获得最佳帮助 以提高转换率成效 社群媒体SEO每一个社群环境都有不同层级的客群 透过社群搜寻优化 可以帮助您引导各种不同阶级的族群 以增加您的品牌凝聚力量 新闻媒体SEO新闻媒体排名 优化技术团队保持对Google搜索引擎持续研究投入 Google快速响应Google演算法调整 将最短时间缩短至两周 本企业部分在线新闻网和关键词 长期占据Google搜索引擎自然排名首页前三位置 我的商家本地SEO Google我的商家排名又称本地SEO优化 对于本地行销策略至关重要 但大多数商家都错过了 借助笔数字营销的Google我的商家排名服务 能为您的商家进一步优化 提升Google Map排名和Google网页地图排名 并将潜在搜寻者转化为您的顾客